《殘存異末路》 兵敗如山倒 由陳某所創作的三國漫畫《火鳳燎原》 也推出手機遊戲囉 結合了卡片和策略戰鬥的玩法 因此玩家要消耗軍囊進行任務 獲得經驗值以及軍饗 再購買武將卡片強化自己的軍隊 戰鬥時會依照設置的陣型 以及武將的特性進行自動戰鬥 而遊戲當中的武將卡片 所有充滿魅力以及個性的卡片 都是由陳某親自繪製 喜歡火鳳燎原的粉絲們千萬不要錯過囉 可愛又有趣的異智遊戲《Pudding Monsters》 要玩家們來動動腦囉 遊戲當中每個怪獸都有不同的特性 像是沉睡的怪獸要被喚醒之後才能移動 而綠色怪獸移動之後會留下黏液 讓其他怪獸也黏在上面 我們只要輕輕滑動手指 控制布丁怪獸的移動方向 讓牠們全部結合在一起就算過關 不過要是想要讓牠們剛好停在星星上 獲得三顆星的獎勵的話 可得要多思考一下才行喔 Mii加 Slash 的主角是一名武功高強的忍者 在不斷登討前進的同時 不是要躲開敵人 而是往敵人的位置移動 一路過關轉將勇往直前 只不過主角也不是無敵之身 遇到大型魔兵的時候 還是得要迴避一下 同時還要跳躍或下滑來躲開危險的地形 不像其他同類型遊戲死掉之後 就要從頭開始 Mii加 Slash 每次都會從不同的關卡開始 讓玩家怎麼玩也玩不逆喔 以現代軍事為主題的 Tiny Troopers 2 Special Ops 讓玩家操作可愛的大頭兵 來進行一場場刺激的戰鬥 我們要率領一支特種部隊完成各式任務 除了步兵之外 有的任務還可以駕駛坦克來衝破敵陣 地圖中可以自由的移動 尋找敵軍防守的弱點 順便收集各種加分獎勵 在遭遇到大量敵兵或是防禦劍竹時 就可以使用火箭炮和手榴彈 一口氣造成大量的傷害囉 喜愛貓咪的玩家們準備出動啦 在Jones on Fire 裡 我們要成為英勇的救火員 衝進化為火海的森林中 拯救受困的可憐小貓咪 操縱時只要點擊畫面左下的跳躍 和右下的滑壘就可以囉 我們要一邊閃躲障礙物 一邊就會散落四處的小貓咪 其中尤其是黃金貓咪特別珍貴 它可以幫助我們增加生命值 或是學會新動作 要是發現了可千萬別放過 才能夠突破更艱難的火線喔 移箱打人672關卡 是一款特殊的消除遊戲 玩家要將箱子移動到適當的位置 將三個或更多銅色的箱子 連成一直線消除掉 就算是過關囉 不過遊戲會指定玩家的移動次數 還有可以移往空的地方 並且向下掉落的設定 所以在思考時就會變得更加複雜囉 玩到越後面 移動步數也會增加 代表過關的方式也越複雜 最適合想要做頭腦體操的玩家們喔 畫面 影片ingers熟 畫面